嗨 大家好 我是娜娜Q 今天是我自务生活的最后一天 即将在自己的新家展开新的纪简生活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纪简女搬家有多快 还赚了一笔钱 首先联络搬家公司 叫了一车长途搬运5500 外家床主拆装1000 剩余的就由自己来打包 在打包之前 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就是断舍离 我先把一年没用到的东西 整理出来 是废物就丢掉 很能使用不需要的就二手售出 接下来我准备了四个纸箱 从下午一点开始打包需要的东西 下午三点打包完成 总共花了两个小时 很多人问我 断舍离都不心痛吗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蔡康永 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 看到很有道理的一段话 他说 多数人认为 断舍离三个字 是很隆重的字眼 放在生活中 也相当沉重 也许把东西尽量当成是东西 而不是感情的寄托 断舍离就简单多了吧 对我而言 断舍离不仅仅只是把东西扔掉 断舍离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 而每一次断舍离都能够越来越了解自己 然后慢慢的发现原来生活只需要这些东西 其实理想人生比想象中简单 想到舍离却总是失败吗 从最少感情寄托的这首开始吧 我是nanaq 今天是我租屋生活的最后一天 我即将在自己的新家 展开新的几件生活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抢先收看最新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